在过去的一年呢,你能不能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过去的2018年 2018年我觉得是精彩,然后变化,然后创作的一个过程 非常充实收获满满的一年了 今年过年打算怎么过呀,有什么安排吗 今年过年的话应该是在工作当中过掉 应该可能会,对对对,依旧在工作 对,如果有时间的话肯定会跟家里的老人,跟家里的家长们一起试个评电话聊一下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平常常常工作趁我们的忙 你是怎么来平衡陪伴家人,又要忙自己的工作,怎么来平衡两者兼顾的呢 他们都特别支持我,而且特别的关心我,经常会电话来问候 然后像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是每一次一定,只要是我在舞台上表演 他们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守候关注我,然后还会跟我分析 哎,你今天的表情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是这样 对,自己未来的道路其实也离不开家人的知识和陪伴了 没错 那粉丝宝宝们,我要替他们问一个问题 他们很想问,怎样才可以和坤坤一起过年呢 你来回答一下 我一定是跟他们坤坤一起过年的,我跟他们一起跨年,跟他们一起过年,圣诞节,元旦,每个节日几乎都陪在他们身边 而且今年想和坤坤一起过年的话,就一定要记得看 我们的华侨春晚 没错啦,这话会说吗 哇,其实说的不太标准,但是会说是会说 要不要小秀几句,来一段 哇,那我就献错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多恰烦,多坑高,身体健康 这个,听着这个味儿,是那么个味儿,然后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说得不好 像我们之前会去十二点凌晨的时候,会去天台上面放烟花 对对对,然后会吃团圆饭嘛,吃外婆做的饭,一桌子,好吃的,腊肠啊,腊肉啊,鸭腿啊,什么 再说我口水就流下来了,这个印象当中,年夜饭桌上让你觉得最怀念的是哪一道家乡菜? 我最怀念的应该是,每一道都怀念 只要是家的味道就怀念 对对对,只要是外婆做的,每一道都怀念 那我们春节过年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旅游,对不对 那你作为我们湖南的代表,能不能给大家安理一下,为湖南打打坑 推荐湖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湖南的话,一定要去尝的是美食 像我们长沙的米粉啊,长沙的臭豆腐啊 就来湖南,其实来湖南玩就是吃吧,我觉得 就是不停的吃,就做好减肥的准备再来 看来空空也是吃货一枚啊 那在2019年新的一年,有什么工作计划和安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19年的话会陆续的出一些我现在正在准备的一些歌 而且歌曲的风格会不断的去突破,不断的改变 那其实也刚刚拍完了之前几首歌的MV 还有没有发的全中文的抒情的歌曲慢慢的全部都会带给大家 更多的还是音乐上的东西 又是形成满满的一年哦,非常的厉害了 要祝你新的一年继续加油 那现场媒体朋友们有什么想要提问的问题吗? 请举手试一下有没有想要提问的 这位朋友来递一下话筒 哦,那个空哥你好,就想问一下,就你刚才有说到湖南的美食 然后就请问你最喜欢吃的那个湖南美食是什么? 一定是米粉 是长的米粉还是什么? 长沙米粉 长沙米粉 是圆的还是鞭子? 圆的圆的,然后加点肉末是最好的 啊,好,谢谢空哥,谢谢空哥的推荐 好的,谢谢,再次新年空哥,谢谢新楚郎 来,祝你新年快乐,谢谢 天天刷微博,转发分一亿 新年锦里之王就是你 看起来 第五天 第一,请进行